我把我手机声音弄响 好 哎呀 各位好上线了吗 我们热热声吧 热热声听听音乐好吧 听听音乐听听音乐 哎 我把我自己干掉了 好还是听那首歌吧 叫彩虹之音 主之歌 马辉兄奏曲 大家先欣赏欣赏 好吧 每一颗心 都有一道森严的壁垒 手牵着手 敞开心扉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配合着背景音乐 我的声音出现了 再介绍这首歌 也叫知不知之歌 也叫强热之便 天空飞鸟 天空飞鸟 天上玫瑰 但我们三个月 也叫强热之便 我们有需要的特意门 自有的春色 防飞灵灰 温暖沉粹 修复人心破碎 爱只会 品味精神感美 求真道 让人拥有尊贵 我们音乐完了就开始 感谢我们每周三 每周六下午 相约彩虹之约 我伤万千慈悲 大家也是多多的互动发言 好吧 好 春夜老师也上来了 这整个春夜老师唱得特别好 爱只会 品味精神感美 求真道 让人拥有尊贵 这是你我的彩虹之约 这是你我的彩虹之约 我伤万千慈悲 爱只会 品味精神感美 求真道 让人拥有尊贵 这是你我的彩虹之约 这是你我的彩虹之约 我伤万千慈悲 好 OK OK 好 我们吧 全部听完吧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感谢我们星期六下午两点 我们继续啊 度过美好的周末 我们继续一起来做哲学 大家坐起来 好 我们上一次呢 已经说到了关于这个思想实验 也根据是否能够堕胎的例子 讨论了人类和人的一个区别 就是具有什么样的道德的人格特点 才能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那么这些争议的话题呢 是特别多的 为此呢 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思想实验 对吧 比如说赛云社 我们专门提到了 一个猫的思想实验 就一个小猫猫 它被注入到 到了人类的这种基因 长大以后 它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人 我们能不能提前的中断 它的发育 然后呢 第二个思想实验呢 是一个叫做音乐家 小提琴家 然后呢 他患了严重的肾脏病 结果他把我这个无辜的 这个健康的病人 被抢劫过来 跟他的血管连在一起 帮他排毒 要跟这个小提琴家 在一张床上 共度九个月的痛苦时光 那你愿不愿意 对吧 那以这些思想实验呢 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是 关于堕胎的问题 但是关于是否能够堕胎 问题的背后是什么 能不能道德性的杀人的问题 我知道这两天呢 大家看到有一个热点 是吧 就是有一个叫杀白白的 人啊 他准备到瑞士 去做这个安乐死 其实这个话题呢 也是与我们讨论的这个思想实验 是有关系的 就是作为一个人 拥有这个自由权 这样的道德权力的人 那么他如何去 决定自己的生死 他有没有决定自己 生死的权利 对吧 比如说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古老的训诫 叫做不得杀人 那么这个不得杀人呢 他既包括 不得杀害别人 也不得轻易的剥夺自己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要为自己实施 杀人的时候 安乐死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符合 什么样的严格的条件 我看了网上 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 公共言论的自由的平台 我为什么都不讨论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了 一讨论 大家就会陷入一种 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情绪化的状况 都是以自己的情绪的 本能的 那种教条化的道德立场 政治正确的东西 什么同情啊 理解这些东西 然后呢 那么反对的一方呢 可能又会机械的套用 一些圣经 等等的这些教义 然后呢 双方互相掐架 但是最终呢 你会发现 这种讨论 还是很难取得 真正的成效和共识的 所以我还是认为 还是缺乏 这些批判性思维的 这个训练 是吧 Anders也不是我们 随便就能实施的 是吧 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 要尊重别人的痛苦 同情痛苦 我们就认为 是吧 任何情况下 对于选择了如此方式 接触自己生命的人 他就有赦免于批判的权利 诸如此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吧 我希望来听我的这些 做哲学课的这些朋友们 不至于那么情绪化 我们的背后是包含着 真正的人性和温情的 但是人性和温情 他的落脚点在哪里 我觉得仍然落脚点在我们的理性的精神 否则往往会导致一种状况 哎呀 我是多么有同情的慈爱的人 但是我之所以同情一个人 我对一个人表达我的这种敬意理解 仅仅是因为什么呢 他是我的同类 我们国人的心灵里面 经常会有一种潜在的意识 那就是非我族内齐心弼意 就是我认为他是我的同道人 OK 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他说什么都是正确的 是吧 无条件的支持他 无原则的支持他 可是如果一旦认为他是我的对手 他是我的敌人 是吧 不是我的同道人 那时候我的同情心就不在了 我的理解心 我的同理心都不在了 是吧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太相信 所谓的同情温情这样的东西 纳入公共辩论的场合的 是吧 我觉得人当然道德的基础 当然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道德的情感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但是道德的情感 它不是一种私人的情感 它是一种公共的 可交流的 以理性为基础的情感 否则那纯粹谈论的是私情 纯粹谈论的是自然本能意义上的一种血缘的亲情或者友情之类的 那是不够的 是吧 那是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健康的 良善的公共秩序和道德风气的 是吧 这是我的一个旁敲侧击的 对灯下的那个安德斯事件 我的一种看法 但这种看法 兄弟我是不会公开的 我只在这里说 是吧 一公开又是无谓的争论 我就不说了 大家明白的都明白 不明白的也都不明白 是吧 我们讲这个哲学课 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明白 但是明白的人呢 有一点 什么叫做明白的人 什么叫做跟你同道的人 他具有什么样的这些知识和潜见都并不重要 是吧 哪怕比如说你是一个博览情书的 比如说教授或者知识分子 对方那可能甚至是一个文盲 甚至目不时钉 但是我相信这两者之间仍然是可以沟通的 仍然是可以在理性的层面进行充分的交流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的心灵是一种开放的结构 还是一种封闭的结构 如果你是一个封闭的结构 说什么都是白说 你哪怕学富武车 也是白说 是吧 因为你所吸取的所有的知识 都是迎合你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的知识 那么跟你进行对话 仍然是鸡通牙脚 但是哪怕这个人之前 他可能没有读过什么书 没有听过我的做哲学 但是为什么就能够听进呢 为什么就能够听进去呢 因为他的这个思维的结构 他是开放的 是吧 他能够善于机体不同的声音 他学会的一种表达和倾听 他学会了批判性思维的 说理方式和论证方式 OK 这就是可沟通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言论自由的 或者公共交流的 形成共识的全体性的条件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缺乏这样的全体之下 我们就开始介入了很多的公共议题的辩论 但这样的辩论一次一次的发生 这样的事件一次一次的重演 为什么我们仍然没有集体齐把的教训 我们仍然没有在制度的层面 观念的层面 社会思潮的层面 获得整体性的提升 我想诸位 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我想诸位 这也是我们这门做哲学课程的重要意义所在 今天的开场班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OK 就接着看 检验我们的思维的能力 那还是期待大家 哪怕是第一次来的 不要紧 大家一来就可以听 一听就可以懂 尽管由于我的表达和思考的不成熟或者笨拙有限 也许可能稍微会有些方面大家不可接受 但是这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都拥有开放的心灵 对吧 这是我要说的 好吧 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回应大家的问题 我已经挑到了大家的一些问题 好吧 我们还是继续进入文本 OK 那么接着上一次 我们讲的思想实验 是吧 然后它有一些问题 今天我们先来一个就是最后的关于第一章的一些思想实验小专题 它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结束 实际上是要检验我们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思想实验或者一种理论 我们应用我们学到的一些充足性的理论要素 去检验一下这个理论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对吧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的后面的主题可能就要读两篇重要的文献 这些文献呢 就不是纯粹的思想实验 但我认为了 对于大家的一种极哲学观念的极淀 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我们今天可能要读到的 不一定能读完的一篇 就是罗素 它关于哲学的看法 我们待会儿再说 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个比较简单 通俗的思想实验 它就让我们去考虑一下 这个这么一个理论 叫做灯泡的功能的理论 就是灯泡为什么会发光 它的功能的理论 那很显然呢 就是创造这个理论的人呢 有点是跟当代的主流的物理学 要乘反调 要在物理学之外 提出自己独特的一套 它认为能够自言其说的 关于灯泡发光的理论 是吧 这个灯泡当然不是电灯泡 不是那个道德意义上 是吧 它说多年以来 人们都一直相信 这个灯泡了 它是发光的 这个也是形成了我们的常识 经验的常识 和物理学的常识 注意好 我们的所有的哲学理论的起点是什么 常识 尽管哲学要批判常识 但是常识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存在 仍然是很重要的 可以挑战常识 但是你挑战常识 也要符合什么保守性的原则 是吧 就是你不能够太过于离经叛道 以至于显得太荒诞 以至于脱离到生活的基础 这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我们实际上就要看 这个人他对于这种常识的挑战 他是不是真正的成功的 就我们都认为灯泡了 他发光就是因为他会发光 但是他说最新的这些信息 显示或者证明 事实并非如此 他提出一种点 叫做电灯泡 其实你们都上当受骗了 电灯泡其实并不发光 是吧 他们呢 仅仅是什么 吸收黑暗 这叫否定性思维 他不说电灯泡是 电灯泡是积极的发光 他是说电灯泡其实没有发光 他只是什么 把黑暗给他 这个吸收了 吸收黑暗 所以他说我们应该重新改变一种正确的叫法 我们应该把灯泡 不叫灯泡 叫什么呢 叫黑暗吸收器 根据了持这一理论的一个发言人的一个说法 这种所谓的黑暗吸收器就证明了黑暗的存在 而且证明了黑暗 它比光的这种质量是更重的 而且黑暗它比光的速度还更快 这是他的这一套理论 我们继续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黑暗吸收器 就灯泡是黑暗吸收器的这个理论 它的基础呢 是认为了这个电灯泡 它会吸收黑暗 然后现在几例说明了 例如以你房间里面的黑暗吸收器为例 是吧 他说靠近这个吸收器的这个地方 靠近吸收器的地方呢 看上去呢 这个黑暗就比其他地方是不是要少一些 是吧 然后呢 黑暗吸收器 而且那就是这种黑暗吸收器如果越大 是吧 然后他吸取黑暗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他说在停车场的黑暗吸收器 是吧 就比别的地方的黑暗吸收器的这种能力就要大得多 是吧 那黑暗它的这个动能就黑暗 吸黑的能力更大 是吧 然后接着他说黑暗 它是有质量的 所以说呢 当黑暗进入到黑暗吸收器 这些质量呢 就会什么摩擦 然后生热 因此呢 我们去触摸一个开折的黑暗吸收器 那一定不是一个明智之计 他说最后我们还要证明 黑暗是比光要跑得更快的 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面 站在一个 站在一个壁桌前 是吧 那么 这观者这个壁桌是什么呢 他是观者黑暗的一个壁桌前 对吧 然后呢 你慢慢的打开这个壁桌的这个门 你会看见这个光明呢 是慢慢的进入了这个桌柜 为什么这样呢 对吧 因为黑暗跑得更快 所以呢 你看不到 黑暗是何时离开桌柜的 你只能看到光明慢慢进入桌柜 但是你看不到黑暗如何离开桌柜 OK 他的这一套理论就介绍完了 然后呢 他说结论是总之 中上所述 是吧 黑暗吸收器 这个 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 所以啊 当下一次 你看到一个电灯泡石 你一定要记住 它其实不是电灯泡 它是一个黑暗吸收器 对吧 OK 现在 这个故事讲完了 是吧 这个故事 老实说 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怎样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 它说的有道理吗 对吧 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 一种很好的一个理论 对吧 而且这个理论看起来好像也是能够自言其说的 是吧 大家想一想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 是吧 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充足性标准 然后来评判一下 这个黑暗吸收器理论 是吧 我们能不能这个评定一下 这个理论 以及了还有传统的所谓的光子理论 那很显然 黑暗吸收理论相当于是黑子理论 传统的物理学关于灯泡发光的理论 是一种光子理论 就是我们评判一下这个黑暗的吸收器的理论 然后呢 跟传统的这个正统的光子理论 大家能不能做出一个对比 尽管呢 我想在座很多人可能都不是物理学专业的人 是吧 但是呢 这也是初衷的这个基本的物理的常识 是吧 但这个人提出了一种理论 我们知道好多的民间的科学家 是吧 基本上就具有初中物理学的水平 是吧 然后呢 他们就发明了永动机 是吧 就提出了一个可以挑战爱因斯坦先生的 这个这个相对论的理论 基本有点像这个 是吧 OK 作为复习 他说根据充足性标准 我们之前在介绍哲学的逻辑基础的时候 我们提出 在这种逻辑基础之上 我们要使我们提出的理论 是好的理论 那么他必须满足充足性的标准 回顾一下 充足性的标准 主要有五大指标 我觉得可以不断的重复 是吧 第一个指标 理论需要一致性 内在的一致性 以及你和其他理论之间的协调性 这是第一个标准 一致性 第二个标准是简洁性 理论是需要简洁的 是吧 你的理论假设 能够以最简单的公式 能够预设更多的东西 那你这个理论就是比较成功的 成功的 第三是广泛性 就是你这样的假说或者理论 能够解释很多不同的现象 这是广泛性 第四理论的保守性 理论需要创新 但是理论要与我们现有的知识 它是有内在的发展和契合的 它是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 不断的推进的 而不是说把现有的知识 一股道的推翻 把我们的尝试的基础都抽空了 那这种理论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符合保守性 第五点是成果性 就是这种理论能够预测新的现象的能力 这就是充足性的标准 是吧 那么兄弟我呢 既然也不是这个物理学家 是吧 学物理的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五个充足性的标准 去评判这个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本身是很荒唐的理论 是吧 为什么是很荒唐的理论 所谓的光子和暗子 完全是一个创新的名词 你这个暗子的这个名词 既然黑暗是看不见的 你怎么能够观察到 有暗子像粒子像电子像原子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你这个暗子其实不是黑暗的暗 你这个暗子并不是你通过实验 通过观察得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暗子是根据传统的物理学的光子理论 是吧 你完全是主观的设想出来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就是你是主观 意测的结果 而且我提出大体的 对这个理论的一些批判 是吧 就你相当于在光子之外 提出了暗子 你认为光子既然是正能量 所以暗子应该是负能量 所以说听起来 是吧 光子暗子与电灯输入的电能 这之间是相互取消的 可以相互平衡抵消 所以看起来 这个理论是可以跟现代物理学 是兼容的 可是你又违背了 我们刚才提出的充足性标准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物理学的简洁性的原则 我们知道物理学的本质是什么 用简洁的模型 去描述世界 要求精确 简洁 而这个理论 虽然看起来很自洽 但是比起现代物理学来说 它更加的复杂 晦涩 是吧 这是第一个 它复杂晦涩 第二个呢 是吧 它不能够真正的用观察 用实验去检测 用公式去描述 如果非要用公式描述 你可能还是要借鉴 传统物理学的公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它违背了保守性的原则 就违背了人们千年以来 对于光和暗的感知的习惯 是吧 也包括物理学形成的科学的共识 所以呢 它并没有真正的挑战光子理论 它相当于是对光子理论提出了一种反其道而用之的一种说法而已 我们知道不是说不能提出心得理论 但这种心得理论并没有对传统的光子理论形成真正的严格的挑战 所以它除了增加理解的困难 并没有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对吧 所以你们你看 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充足性标准 其实可以对这个理论进行评估 那我就联想到之前我们介绍过 比如说我们学习批判性思维 就是要增强我们的鉴别的能力 什么理论是多余的 什么理论是废话 什么理论在忽悠我们 我想我们应该具备这些起码的常识和判断 而这些常识常识也不是空气来风 而且常识要尊重经验 但是常识不仅仅是经验 常识也是对经验的一种 长期以来的审查和积累的 在思维当中集电下来的一个产物 对吧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 好 这是关于我对这一个所谓的思想实验 或者它心得理论 我们进行的一个批判性的解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的意见 对吧 你们也可以在公屏里面打出来 好吧 好 接下来基本上这一节 相当于这一章基本就完了 我们待会要讲的 就这一章附的两份材料 也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 也是很值得的 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些 关于进一步 大家如果有兴趣 要学习网络 在网络上搜索 他给出了网址 和一些搜索的资料 第一个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权辱派的一个 补西纳的 权辱协派的一个人 他叫蒂欧根里 我们前面说过权辱派 其实呢 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那种没有原则 没有是非 如言美古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 严格来说不叫权辱派 而叫狗智派 狗的智慧 是吧 他们不是真正的权辱 而帝欧根里的权辱派 他是采取的一种什么 跟这个世界 保持力 保持距离 与 对这个世界 进行反腐的一种姿态 存在的这么一个学派 所以这个学派本身 其实说实话 他是一个比较 奉行 独立的一个学派 但他这种独立呢 可能重在解构 可能建构性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帝欧根里 是吧 他对于当时正统的波拉图的一些理论 他也会提出一些非常戏剧化的反驳 非常激进的反驳 而这些反驳有批判的意义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提出新的关于人的定义 比如说 我们之前讲过波拉图把人定义为什么呢 是吧 叫做有两只脚的 没有毛的动物 然后呢 前面讲过帝欧根里呢 就带了一只巴了毛的公鸡 是吧 来到了波拉图的学院 并且大声的宣布 诸位 你们看 这就是波拉图先生所说的人 你们看看 他还有扁平的指甲呢 是吧 他就达到了非常强的 戏剧性的效果 是吧 所以他就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读到这部故事 是吧 关于这个帝欧根里的故事呢 在那个古希腊罗马的明哲言行度 在中文版有翻译的 里面有详细的记载 是吧 这个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就不说了 是吧 然后呢 他的问题是 你认为帝欧根里的反驳 证明了什么 是吧 你认为他的反驳是有效果的吗 为什么 那很显然 在我看来 他的反驳是有效的 是吧 他证明了 两只脚和没有毛 并不是成为人的充分条件 他们是吧 但是他们是必要条件 是吧 因为人肯定是要 两只脚没有毛 或者这个毛跟 这个鸟的毛 是吧 跟老虎的毛 猫的毛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但是这只是一种 非常外在的东西 但是帝欧根里的 他并没有从正面 给我们提供 是吧 作为人的一种核心的 条件是什么 或者是核心的本质是什么 是什么使人成其为人 帝欧根里也没有给 给我们给出定义 我们知道后来 亚里士多德给出定义了 亚里士多德对人说 说人是 政治的动物 或者人是 罗格斯的动物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 对人的定义 是吧 我们到了第二章 专门要讲 人的身心的关系 首先就要定义什么是人 也会涉及到 我们今天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问题 对吧 那很显然 波拉图的这个定义 一直延续到 所谓的图灵测试 人是语言 罗格斯的动物 因为语言就是理性的标 标志 对吧 就是说我们测量 一个人是不是人 关键他 关键看他是不是会说话 但这个说话不是简单的 一一哇哇的几句 本能式的交流 也是说这个语言是对无限的信息 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 和扩展的能力的 对吧 是在这个意义上 讲语言的边界 就是人的思维的边界 所以也是人的存在的边界 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讲的 所以蒂欧格林 他反驳了 波拉图关于人的定义 但是他并没有在此基础之上 提出他关于人的这种充分 必要条件的这种定义 这没问题 是吧 好 第二个呢 让我们扩展阅读的 是关于圣经的争论 是吧 就是我们之前 在这一章 专门讲到了 这个禁止堕胎的问题 而圣经里面呢 是吧 现在呢 就有很多的 这个圣经的 这些 备受尊敬的圣经的 研究者和神学家 他们就宣称 其实圣经并没有 禁止堕胎 是吧 大家都从圣经的这个文字里面 去寻找 类似于自己的说法 就像我自己的 研读圣经的结果 我还都出一个结果 说我觉得圣经并没有 严格的反对同性恋 是吧 当然很多有信仰的人 可能就会反驳我 是吧 你比如说罗马书里面 他专门说 他会禁止什么 皮肤难淫 但是他并不禁止什么 比如说男人和男人之间 男人和女人之间 是吧 发生同样的爱情 没有禁止 甚至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知道 上帝从亚当的身下 取下了一根骨头 然后呢 创造了女人 但是呢 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 英文我们这些叫woman W-O-M-A-N woman什么意思 woman并不是说 他在性别上是女人 woman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从你身上 取一个内骨 作为你的陪伴 那个woo相当于是一个 W-O是一个前置词 相当于是 这个人的同伴的意思 所以圣经里面说 我意思是什么呢 我要给你创造一个同伴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说 给你创造的这个同伴 他一定是个你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这个解释呢 是俺都解释 是吧 可能不一定符合正统 但是意思想说明什么呢 同样都是一个经典的文本 圣经 大家围绕着 圣经的文本里面 到底有没有 严格的禁止堕胎 其实是充满真正的 我们知道后来我们讲 这个讲到那个电车难题的时候 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著名的圣托马斯 阿奎娜 对吧 他对于这个堕胎 他也有很多的这些 就是阿奎娜已经代表了 天主教的这个正统的学说了 但是就是阿奎娜这样的人 他关于堕胎方面 他也会考虑各种情况 对吧 你比如说 他提出的这种双重的 这个条件的这个理论 是吧 如果是确实是 你要保持 一个母亲的身体健康 是吧 比如说母亲患了这个子宫癌 对吧 那这时候呢 因为要对他的子宫来进行这个手术 而导致 子宫里面的胎儿去世 这算不算堕胎 那么这个 这个阿奎娜认为不算 这个我就不说了 他是有他的一套理论的 非常 这个有力量的一套论证 是吧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神学家 并不是说所有基督徒 都认为就是禁止堕胎 是吧 恰好很多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个 类似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沃伦的这个思想实验的观点 那就是 可以堕胎 为什么 因为胎儿并不是人 是吧 当然堕胎的理由很多 第一 认为胎儿不是人 堕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人对自己的身体 是具有处置权的 对身体的处置权利 它的权重 是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权的 不要认为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争论的一些焦点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争论呢 他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这个网站的链接 大家看看 就知道了 你可以通过网上 他说你去搜索一些 这个关键词 就搜索圣经和堕胎 这样的这个关键词 然后呢 去分别去寻找双方的那些最强的论证 然后呢 你去看一看 到底你认为哪一个论证是好的 是吧 为什么 在清楚各方论证的这个力量之后 对吧 然后呢 你能不能合理的断言 圣经里面到底是赞同某一方 还是否认另一方提出你的理由 这也是教我们自己去做哲学 你通过去查找资料 而且你明白了双方真正的焦点 比如说这两天 有关这个女孩 选择到瑞士安乐死的这么一个事件 我也偶尔也去看看双方的观点 这两天呢 就有很多医学的专家 也提供了他们的不同的意见 他们的观点 我们会忠立的去平衡的去判断 这两方的观点 然后提出你自己的观点 当然你提出观点 是应用我们学到的这种哲学 有别的思维能力 是吧 这是要说的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阅读的扩展材料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扩展的材料 第三扩展材料 我稍微把这移一有点偏了 哎 等一下啊 第三个 第三个扩展材料在这 OK好 好 我们看第三个扩展材料 它是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2005年这个1月份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他们维持了这个福罗里达州 最高法院 关于撤销一个中立法案 叫特立法的一个判决 对吧 这个特立法的判决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呢 它是由福罗里达州的这个立法机关通过的 然后呢 他赋予当时的这个州长 叫做杰布布什 他是小布什的这个兄弟 赋予了这个州长呢 说他有权去这个拔除 就是阻止这个进食管 去把这个病人的一个进食管 要给他拔除 为什么呢 这个进食管的病人显然是个危重病人 已经进入了职务的这状况 是吧 那么赋予他为了不浪费州立的这种公共的资源 所以不这个不顾这个病人本身的医院 甚至不顾这个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的这个医院 是吧 然后呢 可以让州长去强行的把这个管子拔了 是吧 这是关于特立法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特特立的他这个人呢 是因为在这个他介绍一个背景 在1990年他因为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突发 然后呢 大脑当时的大脑是缺氧超过了五分钟 实际上已经脑死完了 后来到就进入了一个状态 叫做永久的植物的状态 或者持续性植物状态 哎 就是说这个人成为植物人了 然后呢 当时呢 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就判断 是吧 对于这种植物人 我们可以给他八卦 这不叫谋杀 不叫谋杀 这叫做在医学上 这就是叫做什么呢 持续性的植物状态 持续性的这个植物状态 然后呢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个国家 叫做国家神经文乃 与中风协会 的这个中心 他们去描述什么叫做持续的植物状态 作为知识扩展 我们还是给大家这个练一下 他说持续的植物性状态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不正确的 通常就成为叫做老死亡 这种持续的植物状态呢 有时候是出在一个昏迷之后就出现了 那么他就描述了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个人呢 他会失去他们的这种思考能力 以及对于周遭环境的这种意识 可是呢 他们还保持到一些非认知性的身体的机能和正常的睡眠的模式 所以呢 尽管那些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 失去了他们的高级的大脑功能 但是他们其他的一些很关键的功能 比如说像呼吸 像血液 循环仍然是相对的完整的 所以呢 他们有时候会自发的发出一些动作 而且他们的眼睛甚至有可能偶尔会因为外界的这些刺激而睁开 但我们就以为好像他们还 是吧 还能笑 还能对我发生情感交流 其实是由于亲人太爱他 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射 明白没有 是吧 所以呢 甚至这种永久植物状态的人呢 他们偶尔还会什么 做鬼脸 还会哭 还会笑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哭他笑 他其实是一种什么 纯粹的肌肉性的一个刺激动作 他与他的脑部的反应 没有关系 他并没有跟你真正进行情感交流 对吧 所以呢 他说尽管这些处在植物性状态的个人 看上去好像身体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他们不能说话 他也不能了对相关的指令做出反应 所以呢 问题就是一个处在永久性植物状态的人 还是一个人吗 为什么 那么如果一个人 是吧 他在他的这个完全的大脑死亡之前 就已经不不存在了 我们是否应该修改对死亡的定义 同样的也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这个阅读材料 比如说这篇重要的文章叫做伦理学与人格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见到是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收集一个关键词 叫做高级老死亡 去寻找相关的这些观点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呢 大家不要以为有什么欠的GPT 有这些人工智能 我们写文章都可以马上去找欠的GPT 可以找 是吧 但是呢 当欠的GPT 或者你搜索别的引擎 你找到了相关的这些文章和议题的论述以后 你仍然要过你的大脑 仍然要经过你的消化吸收 你的变判断和辩驳 提出属于你自己的观点 好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习惯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一个专题先讲到这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问题时间 跟大家交流互动的时间 对吧 我很激动 好 我看看大家有什么 什么 什么好问题 开始啊 开始了 开始了 爱智慧品味精神甘尾 对 这就是我们的主题 好吧 今天可以讨论一下沙白吗 我刚才其实已经讨论过了 是吧 我已经把我的观点已经表明了 我是觉得这种问题还是 多一些底性吧 好吧 当然是如果是纯粹个人的选择 没有问题 我还是有点 我还是基本还是偏自由派的 就是如果是纯粹个人的选择 那么我们要尊重 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山道士 说你的选择是正确或者不正确 没有必要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公共事件 并且是由当事人自己主动放到公共平台 平台作为公共讨论 那我相信 那我觉得这就是可以众说分音了 就是可以 那你就要准备好 就是有不同的批判意见 如果你悄悄的 你就到瑞士去 是吧 你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 一种接触自己生命的方式 我想 那也就没有必要说太多 那是你的这个选择 是吧 但既然你已经 就当事人主动 他不是被动的 实际上他主动的 已经把这作为一个公共的事件 激发大家对于相关的 安乐死的问题的思考 我觉得那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 发出不同的声音吧 这是我的看法 哎呀 懂得都懂啊 这个朋友说 我买的中文版的英文版在哪找 英文版就在我的网络课堂上找 是吧 就是你随着我的网络课堂 每一次啊 就对照着屏幕 你听就行了 是吧 因为涉及到一些版权问题吧 我就 我也不是卖货的 是吧 我就我就不给他 不给大家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吧 如果有兴趣买英文版的 好吧 思维 为时又真的不能 不能是场景里面 倒计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看不懂你的问题了 有的世人有自我意识 有的就你们问题有这样 叫马来出海 尽量的话 哪怕是简单的问题 尽量的不要太碎片化 是吧 尽量的把你的观点 表达清楚吧 好吧 回到过去按照刚才的几个原则 是否日新说万有引力相对论 也被判断为荒唐的 也不能说荒唐 是吧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相对论出现了 我们并没有说万有引力就是荒唐 他科学有一个范式 是吧 科学有他的解释力 甚至呢 以前的这个地心说也不完全是荒唐的 是吧 他就是能够解释 这些宇宙的这种行星的系统之间的一个配置 只不过那个解释呢 太复杂了 是吧 他能够解释就行 我想说实话 是吧 你说整个宇宙有没有中心 可能他就是个无中心论 是吧 你可以说是地球围绕太阳站 当然也可以说是太阳围绕地球站 按照相对的说法 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你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能够解释清楚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同样呢 同时呢 在解释清楚的同时 能够支撑 能够安置我们的一种生活 不会让我们的生活丧失基本的确定性 这对理论来说就够了 但我说的已经是属于什么 实用主义的这种观点了 就差不多了 是吧 有时候你不要追求理论的一种 纯粹的完美和绝对的正确 对这样的理论的绝对完美的这种正确的执迷 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是吧 人又不是上帝 是吧 所以你不能简单说 每一个理论 它到底是不是荒唐的 是吧 当然也有很荒唐的理论 就是那种纯粹仔细乌有的 我们前面说过的 纯粹的这个阴谋论的东西 那就纯粹荒唐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黑暗吸收器 你也不能完全说它是荒唐的 是吧 只不过这种理论呢 就是你可以自疑自论 是吧 它没必要 大家不需要你这个理论 我们还可以活得很好 是吧 也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你说你的这个理论的成果性 它就不足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吧 好吧 对 我们是英语不是英语 但言文就是 言文就是这个意思 言文就是说 你给我找一个伴侣 这伴侣它加了一个权罪词 是吧 基本是这个意思 我们这一点 我稍微说一点 就是我们在讲这门课的时候 尽量的 我们用英文的文本 是吧 然后呢 但是呢 现在呢 在哲学界也有很多的争论 比如说 我们知道在哲学界 它是有一个鄙视链的 什么样的鄙视链呢 是吧 就是在哲学界里面 好像懂得希腊语的 懂得拉丁语的 看不起懂得德语的 是吧 懂得德语的 可能看不起懂得英语的 但懂得英语的 那就看不起懂 只懂不懂英语 只懂汉语 是吧 那懂得汉语的 可能就看不起 只懂得朝鲜语 等等的人 这就是哲学的 这个 这个鄙视链吧 是吧 但是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 首先第一点 就是现在的英文 他们英文 德文都属于 拉丁文的这个语系 是吧 他们作为一个 哲学公共知识的 一个对话交流 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 这个 那个英语世界和这个 欧陆世界的一个 对话圈 所以呢 像这些 比如说法国的 德国的 这些一流的 这些哲学的 这些研究成果 那很快 都会在第一时间 基本就会翻译为英文 而且英文呢 都有不同的版本 同时呢 英文的第一流的 研究成果 那也翻译为 像法文 德文 所以他们 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 不可能懂的 比如说 我也不懂法文 德文呢 我在研究生期间 我自己学过一年的时间 后面我也放弃了 是吧 人时间有限嘛 而且大家看到 我的英文其实也不好 是吧 我的口语就不行 我就不敢说 是吧 但是呢 我读 看的能力还不错 是吧 还能看 还能翻 还翻译过几本书嘛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 这个鄙视列 是吧 重要的是一个什么 我们的一种思维 思维的一个能力 的提升 我们去感受它的一种 这种思维 是吧 这是非常重要 但也不要太过分的说 哎呀 我读康德的 我一定要懂德语 不一定 如果你懂的德语 是半吊子的德语 那你还不如借鉴那些 花费了极大的时间 用心用力 按照学术规范 翻译出来的汉语的东西 这是没问题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是比如说 选择的时候 尽量的去选 国内最好的翻译版本 然后呢 尽量的是什么 能够两种版本对照 对吧 比如说中英文版本 大家对照着读 这个是可以的 尤其是一些关键词 你觉得有点读不懂 或者模糊的时候 你可能看看原版 说明就看得更加的清楚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是可以 去互参的 去读的 对吧 但是呢 毕竟英语今天 就是一种世界语 就是一种交流 最广泛的语言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还是没必要 太固步自封 对吧 我知道呢 有一些哲学区 这两年 中国的哲学界 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是那种盲目的傲慢 尤其是有一批新的 中间力量 他们也是到英美世界 甚至到德国 法国都留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呢 他们就认为 甚至有人提出这个观点 哎呀 这些好多的德文著作 中文版的翻译 已经大大的超过到英文版的 有这种观点 在哲学圈 是吧 我知道 肯定很多人知道的 但是呢 我对这种观点 我是不以为然的 我真的是不以为然 甚至北京大学 还有一个教授 我也很尊重的 是吧 他曾经就细言 其实他也是细言 他说我们与其看 这个德文版的 这个谢宁或者黑格尔的书 我们不如看越南语的 朝鲜语的谢宁和 这个 这个黑格尔的书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的纯粹的细言吧 不要当真 千万不要当真 是吧 那肯定整体来说 英文版的这些 关于谢宁的 康德的 黑格尔的研究 那没什么好说的 肯定就是超过中文的 是吧 尽管中国的 这个哲学剧 目前已经积累到了很多的 没问题 我是相信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 是吧 过分的傲慢 过分的顾不自封 是吧 还是开放的心灵 还是我今天强调的 这是我要说的 好吧 好 对 身体权大于生命权 对这是一种观点 或者生命权大于生命 身体权 这是一种观点 是吧 当然了 刚才判断黑暗吸收器的那几个标准 我们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就是理论的充足性标准 当然就可以判断日新说 万有引力相对论 都可以判断 没问题的 是吧 你自己可以去试一试 好吧 老师讲的是哲学系大一教材吧 他没明确说是哲学系的 他这本书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讲的这一本 已经是第七版了 是吧 那就说明比较合格的 确实也是大学生的教材 英国的大学生教材 是吧 这个东西我们要看 比如说 我也带着一些学生 读过另外一本书 叫做所罗门 大家都知道是大问题的作者 是吧 所罗门奥有一本书 叫做哲学导论 但是我经常推荐哲学导论 这本书呢 它也是给美国的大学生读的 但是我认为这本书的水平 在中国给研究生读的 比较合适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以问题为中心 然后呢 有很多的原著的选读 比如说我们待会儿 读这本书里面 也会提到原著的选读 我们会读到罗素的这本书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就说明我们的 就不是说我们 拔尖的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一流的这些中青年的学者 尽管我们的原创性不足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进入 西方哲学的这种传统的 规范性的训练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但是呢 但是呢 就哲学本科 研究生的教育来说 好多地方可能还是比较水的 这个大家懂得都懂 还是这句话 是吧 所以呢 我们 比如说我把这本教材 如果你们有 可以 也是中英文对照者 是吧 甚至就直接用英文 来作为一个中国的 这个研究生教材 就没有必要自己去编了 拿来主义就行了 我觉得就挺好的 是吧 好 对呀 国内的法律 没人敢对完全植物人把管啊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我们讲过 我们后面会有安乐死专题 是吧 应该也会有 因为我们中国从法律层面是 目前是禁止安乐死 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安乐死 并没有合法化 所以呢 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些反对这个上海的 这位李青年 沙白 去瑞士安乐死的人 他们基于中国的法律 那反对也是有道理的 对吧 就是那安乐死就是没有合法化 是吧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工具 是对理解的限制 这个对着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是吧 语言既是 就是说它是一种理性 但是理性是有边界的 但是人离开语言也不行 是吧 所以语言呢 它既扩展了我们 但是也会限制我们 所以语言的边界 就是人的生活的边界吧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 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 是吧 这就是我恰好要思考的 是吧 我最近也在思考 就是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吧 是吧 如果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层面 那么的确 人今后就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学英语了 因为工具可以给我们解决 我们进到欧美去 我们配一个什么高级版的 Channel GPT 就就像戴耳麦一样 就戴到我们身上 我们借助这个东西 就可以直接跟脑外进行交流了 我们甚至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今天语言的工具化 就是语言技术化吗 就是我们可以用Channel GPT 更高级的技术 不用学都能翻译了 那我们还学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学语言 说明不仅仅是工具的层面 是吧 因为一种语言背后 就是一种什么 语言游戏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一种存在方式 是吧 所以语言绝对不仅仅是工具 语言是存在的家 对吧 你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语言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能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 一门新的语言 对吧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学英语了 有一些很糟糕的理由 一种理由就是 我们已经多么多么的发达 这种理由简直是 是吧 让自己不求上进的这个理由 另外一种理由就觉得 没有必要学了 是吧 工具都可以取代了 是吧 但是仍然要学 就像计算机 在很多程度 很大程度上 取代了我们的基本的运算 但是基本运算背后的那些原理 那种思维 这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而语言的学习呢 不仅仅是说一说语言本身 而且它是一个体验 它是个生命的体验 你的意识的体验 是吧 比如说我在对照着英文 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 和纯粹的用英文版本 给大家讲 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的体验方式是不一样的 尽管我们近现代以来 中国的汉语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汉语的 我们今天的汉语也是英语 这是我可能 在大概一个月以后 我会有一个演讲 我会表达这个观点 是吧 我们的汉语 已经早就不是我们的汉语了 我们的汉语早就已经是什么了 世界里了 尤其是现代的欧化的汉语 是吧 完全是西方以法的一个系统 重新改造过的东西 是吧 哪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而就即便这样 是吧 如果你们曾经在英文 你们会发现 其实汉语在很多关键的地方的表达 还是有问题的 尤其表达这种非常哲学化的 这些著作的时候 所以这是我强调 我们今后读哲学什么 我觉得还是尽量的 是吧 用英文文本的意思 所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OK 这是我的看法 OK好 现在呢 我们告一大动 好 我喝一口水 再喝个咖啡 大家猜我喝的是什么 我喝的肯定不是白酒了 是吧 我们这后面还有一个小广告 大家不知能看到吗 叫之物之酒 之物之白酒 顺便广告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 给我私下联系就行了 好 我们不说了 我们回到正题 叫做 现在我们基本第一章的正文 我们就讲完了 但是呢 后面第一章的后面 列挤的两份材料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还是很精华 还是值得给大家聊一聊的 是吧 就是也增加我们阅读 援助的能力 是吧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相当于是一个 教材 就是他根据问题为中心 整理这些思想实验 然后给我们去讲解 分析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一章的后面 他列挤了两位哲学家 写的文献 第一个是罗素的 第二个是布兰沙德的 都是当代的哲学家 所以我们阅读哲学 包括做哲学 我们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阅读援助的能力 但是呢 我想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这么充足的时间 去阅读阅读这些大不得的援助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大不得的援助的一些精华 结合我们要讲的主题 呈现给大家 一些骗蛋式的东西 所以你把这些主题读一读 看看主要看他的一个运作思维的方式 他是怎么得出他的一个结论的 是吧 看到他的一个思辨的过程 这就是跟哲学家一同思考 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 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哲学思维的能力 所以现在呢 我们读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随时的解读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继续的提问题 那罗素的这篇文章呢 就叫做九学的价值 是吧 这是可以反复去说的问题 那么这篇文章说实话 我读了以后 我觉得有稍微的怪异 因为从这个信仰层面 我有时候是比较鄙视罗素这个人的 是吧 我也看不上罗素这个人 我觉得罗素挺肤浅的 是吧 但不是全面肤浅 而且是某些层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之前在植物之夜 讲过维特根斯坦 对吧 维特根斯坦 为什么跟罗素之间 有如此大的争论 就是认为罗素这家伙呢 在某些方面 他是非常的没有灵性的 对吧 比如说对于道德层面 对于人的灵魂的一个层面 但是你看就是 在这一 在这篇 这篇文献里面 大家看到很有意思的是 罗素在讨论什么问题 价值的问题 我们知道罗素是 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 只讲逻辑 不讲价值 因为价值有时候 跟逻辑是冲突的 但是你讲哲学 你不可能不讲价值 哲学就是一种 人生观价值观 所以罗素在这篇文献里面 其实他这篇文献 写得挺好的 是吧 我们待会解读的时候再说吧 也看到罗素的一个纠结 是吧 所以人要打开自己 很难 罗素当然是赫赫有名的 非常赫赫有名的 他是1872年到1970年 活得很长 98岁 是吧 被认为是20世纪 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这是没问题的 是吧 他在分析哲学方面的贡献 而且他是在哲学的 所有重要领域 都做出了卓业的贡献 当然他的最大的贡献 这个介绍说 是在什么 逻辑学的领域 其中他所 他的一个代表性的著作 叫做数学原理 这个数学原理呢 他是以淮特海 他们俩合筑的 也是数学家兼哲学家 他们相当于数学原理 是讨论什么 数学的哲学基础 对吧 那么和逻辑基础 意思就是他们想试图去证明 全部的数学 都可以从逻辑学当中 推导出来 然后呢 后面我们知道 罗素呢 尽管他没有写过小说 等等文学 西构作品 但是呢 诺贝尔委员会 是吧 也在1950年 是吧 授予他这个 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要授予他这个文学奖呢 认为他在文学地位上 也有重要的地位 就像另外一个人 叫丘吉尔一生 丘吉尔本身是个政治 政治家 同样也是一位历史学家 丘吉尔写的这个英国史 到今天也是这个研究英国历史的一个 是吧 经典式的著作 但是也因为他的英国史 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很好 所以我比较觉得诺贝尔文学奖 还是很有权威的 是吧 他们已经给我们一个示范 就像今年的诺贝尔奖 把物理学奖 化学奖 给了 看起来不像正宗的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人物 这恰好说明 是吧 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 评定委员会的人 其实他们才是 最能敏锐的把握到 科学也好 文学也好的 前因性的东西 是吧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这一个选文吧 就是他的那本重要的 实际上是普及性的著作 叫做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 所以他在这一章当中 他就描述了哲学 对于心灵生活的重要性 就是他所说的这篇文章 是吧 好 现在我们就对这篇文章 做一下解读 我们先把这个移一进 好吧 好 因为他写这文章 他是两个并排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稍微大家看着 稍微忍耐一点 我就我也不能放太大 放太大也影响阅读效果 好 我就照着文字给大家解读吧 好 看他文章是怎么写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是吧 好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现在 他是接着前面的说的 是吧 现在他说我们已经 对哲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了 做了一个简洁的 但是呢 当然是并非完备的考察 所以说接下来 他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是吧 在结论当中 他说我们就要开始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了 他要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呢 那就是哲学的价值 对吧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研究哲学重要吗 这也是个老问题 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哲学能够给大家打凉食吗 挣饭吃吗 哲学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看看罗素正为一个务实的人 他是怎么去回答 这样一个问题的 他说 就是 那我们怎么去研究这个问题呢 是吧 他就说了 这个由于 很多的人 他们在这个科学和实践的事物的影响之下 他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 是吧 越来越倾向于去怀疑 这个哲学 是否 只是对那些琐碎的 是吧 微不足道的这些区分 所做的 无用的 但是也是无害的分析 就是哲学好像研究的是什么 琐碎的 微不足道的这些区分 就是概念的游戏 当然了 哲学也是人畜无害的 是吧 他是无害的 但是也是无用的这些分析 是吧 而且呢 哲学上的这些争论 叫一般人的成见 罗素先摆出来 一般人的成见是什么 哲学 他们争论的这些问题的 都是在知识上 不可能得到确定答案的问题 是吧 就是你没办法形成真正的知识 而知识的标准是什么 有确定性 是吧 所以他 他意思就是什么 建议大家对哲学的识学的识解和成见太多 这个识解和成见就认为哲学是无用的 很简单 哲学没有用 哲学研究的问题是琐碎的 是吧 是一种闲暇时间的一个自娱自乐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误解了 所以罗素才提出了 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的考察和审视 是吧 然后呢 他就批判这种观点 他说这样的一种哲学观 错误的哲学观 它部分的是源于什么呢 人们对于生活目的的错误的看法 然后呢 部分的是源于人们对于 这个哲学努力去获得的东西的错误的看法 一方面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哲学想要获得的是什么 这两方面 大家都有错误的看法 那这种错误的看法就源于哲学跟科学的比较 所以他接下来先说说人们对科学的看法 是吧 他说 比如说物理科学 是吧 物理科学 它的确是能够带来一些实际的一些发明的 对吧 物理科学的这些发明的创造 就使得了很多即便完全不懂物理学的人 根本不了解物理学的人 也认为物理学的这些发明 这些科学的研究 它是有用处的 人们基于这种用处 才认为了物理学的研究了是值得推荐的 是受到赞订的 对吧 所以物理学之所以有好处 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它对于学习者的影响 我们学习到物理学就觉得我们真正的理解到了世界的奥秘 而且能够有用 而且呢 也是因为物理学的确它对整个人类是有影响 我们今天整个人类是吧 就是受到近代以来的物理科学的影响 当然今天的物理学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好像大家就学物理学学到最后 物理学的突破点 该突破的东西都突破完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才颁发给到一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让很多的物理学家不服气 可是你不服气不行啊 你不服不行了 是吧 人家用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 计算机的这种数字运散的方式 人家就解决了你物理学的问题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吧 所以这是大家对物理学的一种看法 就觉得物理学是值得研究的 而哲学不值得研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哲学研究没办法具有跟物理学 同样的这种效用用处 是吧 所以他说如果哲学研究 真的有对于这个非哲学专业的这些学生 有什么价值的话 那他是不是有价值的 那么罗素说他的价值就不像物理学那样 他是直接的价值 罗素说他只有什么 间接的价值 对吧 就是他先影响到这些学哲学的人 然后通过这些学哲学的人 又间接的影响到那些不学哲学的人 所以他说 因此呢 基于这一点 哲学的价值 那么似乎就只能从 研究他的人当中的影响来寻求 比如说 很多人可能研究哲学是觉得 我陈宏国 我这么多年 我受着学的影响越来越大 是吧 我在可能在八年之前 我学着学我形容 可能今年我是八年抗战 是吧 在八年之前 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转入着学研究 但八年也不错 是吧 我八年的坚持 八年足以让我是吧 从本科 然后到研究生 到博士 相当于我通过自己自我学习的方式 我自己已经取得到博 卓博的博士学位了 我用八年的这个时间 我自己学卓卓 那很多就是以前一直在观察我的人 是吧 私下也有人给我发私信说 陈老师 我感觉到你一年跟一年真不一样 是吧 你的思想是日新业业 突飞猛进 哎呀 我觉得你夸得太过分了 是吧 为什么 我学哲学 我的观念每天都在变革 是吧 每天都在什么 向着深处和高处 不断的去挖掘 这跟没有学过哲学的 没有哲学打底的人 是不一样的 老师说 我今天也很痛心的 或者有点遗憾的看到 我周围以前 有一些比较有才华的 观点也很犀利的 有些自由界的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 他们也很有才华 也博览情书 你不能说 你看的书比别人多 这不能比 是吧 人家每天都24小时 人家也在看书 你也在看书 但是我后面发现 尤其今天碰见很多的事件以后 我就发现这些人的观念 没有任何掌进 他今天都对于公共问题的各种观念 跟十年前二十年一样的 还是那一套自由民主派的 启蒙主义的小清新的那一套东西 没有多大的掌进 我就觉得很遗憾 那你这个生活精神世界就太乏味了 我说的有点不客气了 是吧 还是这种教桥 政治正确的那一套东西 没有什么思辨性 是吧 那我们就不一样了 是吧 我们在哲学观念上 我们是有掌进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看到 通过我学哲学 发现内心世界可以无限的丰富 所以大家就被哲学所找别 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 是吧 比如说我们知不知以前 有一个心理学的读书会 还有就发现这些参加 心理学读书会的人 是吧 有有有有有有有 一二十个人 是吧 哎呀 他们参加了三五年 三年前是这个样子 五年以后还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不是说心理学没用 当时有用 是吧 参加完这个读书会 读了一些心理学的著作以后 比如说要读什么亲密关系 读的也挺好的 但是回去以后呢 亲密关系可能维持几分钟 会维持一两天 第二次又开始眼泪哗啦的 心里哗啦的倾诉 倾诉完以后呢 又继续 哇 这种循环 循环了N多年 他的心理上的根本的问题 没有解决啊 但我不是说 的确学哲学 也不能解决我们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学哲学可以从根本上 扩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哲学不需要根本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哲学可以根本的 让我们与这些问题同行 让我们在与这些问题同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获得 长进 获得 升华 这是学过哲学和没有学过哲学的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 所以通过学习哲学的人的这种示范 那些不懂哲学的人 至少能够感受到哲学 给我们带来到另外一个 不同时空的 更丰富的 精神世界 那不仅仅是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可能仅仅是我们的浪漫的想象 当你真正到了诗和远方的时候 你大多数时候是会很失望的 你会发现诗和远方 原来和你的家乡是一样的 那种固化 是吧 一样的了无心意 而哲学 我真的发自肺腑的告诉大家 真的不一样 是吧 哲学带给我们的一个 另外一个思考的世界 确实非常不一样 我不会感觉到枯燥乏味 我会感觉到我内在的一种充实 是吧 我会感觉到一方面使我有摆脱世俗劳碌的一些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能够更好的回过头来去看待我所处的时代 看待我的有限的生命 能够迸发出多大的无限的力量 这是哲学给我们带来的 所以呢 我又在搞传销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 真的呼吁大家都来学哲学 沉向我们的心灵 是吧 真的 你会在哲学的过程当中得到根本性的安慰的 根本性的安慰 不需要根本性的 一脑永逸的解决你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不构成对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体验 注意不能解决的问题 却可以逆转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借助哲学的眼光 我们伴随这些问题而成长 是吧 所以这文章 读读这文章吧 好吧 好 我们继续看罗素先生的文本 他说 不过呢 刚才已经讲到这个哲学 就是我们这些学哲学的人 是 是吧 让大家喜欢上哲学的一个 中介 他说不过呢 进而言之 是吧 如果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判定哲学价值的努力当中 不至于失败 就是我们当然了 就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嘛 是吧 我们作为学哲学的人 当然是要夸哲学多么多么的好 是吧 但是呢 如何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它的好 是吧 那我们首先呢 就必须的使我们的心灵 摆脱那些啊 被被错误的 这个 等一下我把我的电插一插 是吧 好像这有点没电 嗯 嗯 哎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为了摆脱我们的这个 我们为了真正的确定我们的哲学的这个价值观 是吧 所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心灵呢 摆脱那些偏见 那些偏见呢 就被错误的称为叫做什么 实际的人的偏见 啊 就哲学的生活 不是实际的人的生活 什么叫做实际的人的生活呢 是吧 啊 就是实用主义的 是吧 目光感浅的 这种生活 他说日常使用上的日常语言当中的实际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仅仅认可物质的需要 他们只认识到人离不开这个人的身体啊 离不开食物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却忽略了对于我们的灵魂心灵提供食物的重要性 是吧 我们有两个食物 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肉身的食物 是吧 但是我们还有精神的食物 精神的食粮 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 而是靠上帝口中说出来的话 那就是人的精神的食粮 精神的滋养 罗粹也注意到 是吧 我们的心灵对于食物的迫切性 甚至比身体对于食物的迫切性 还要重要 是吧 他说因此呢 就算所有人都很富足 是吧 就算我们的贫穷和疾病 已经降到了我们的科学发展所可能取得的最低的水平 但是我们如果真要创造一个什么 有价值的社会 对吧 如果要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社会 那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对吧 这是他说的 就是我们如果非要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社会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做 而且他说啊 即便在当前的这个世界当中 对吧 其实心灵的补给 也与身体上的补给 同样重要 我们知道这 这最近一些年来 为什么尤其在城市里面 对吧 为什么很多的心理学 心理咨询 有很大的需要 是吧 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看到 仅仅是靠这个 这个身体的满足已经不够了 大家活在这个心灵的匮乏 心灵的渴望当中 是吧 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心理的问题 各种焦虑各种不安 是吧 所以就应允而生 我想说的是 我的作者学课 也是心理咨询课 是吧 也可以部分的解决 大家的心理的问题 大家幻容我眼光 去看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都有问题 不问题者不成人啊 没有问题 你就不可能 真正的成为一个人 没有自卑 你就不可能 真正的超越 对吧 所以我们心灵的食粮 和身体的食粮 它是同等的 这个重要的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相信这就是 这门课的一种迫切性 就是说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物质需求 要升级换代 我们的精神需求 不是不是也要精神换代 我们的物质需求 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以后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 吃得营养 要吃得健康 我们的精神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 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发展 是吧 我们知道以前 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 有各种各样的满足 包括今天各种抖音 各种朋友圈 各种视频号 是吧 大家已经爱学习的人 也在订购各种各样的 网络的课程 不够了 我们需要深度的启蒙 深度的自我启蒙 我们的精神需要更多的营养 更有力量的东西 做哲学 能满足这一点 是吧 我今天怎么不断的打广告了 是吧 精神的这个追求 比心理的东西更重要 是吧 所以他说 在所有这些 这个东西当中 只有心理的补给 才能真正的发现 让我们真正的发现 哲学的价值 是吧 然后呢 只有那些 是吧 对心灵的补给 并非漠不相关的人 就是真正具有一种 精神上的 知识上的 兴趣的人 他们才能够被说服 学习哲学 并不是浪费时间 同志们 朋友们 哎呀 我怎么又来了 是吧 我之所以讲这种话 也是因为我有一个预设 大家来听这门课的人 都是对你们的灵魂的丰富 有内在的渴望的人 是吧 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我是很现实的 我是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这门课之外 回到现实的世界当中 大部分人可能是对我今天所讲的这些哲学 毫无兴趣 我非常的理解 对吧 这个世界肯定大部分人 就是没有兴趣去关注大家 但是人生的意义只能自己去寻找 只能自己去塑造 自我塑造 对吧 我们今天要看待生活就是不同的 人的这种精神的品位 人的这种价值观 它就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们不要那种庸俗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平等 哎呀 人与人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不一样 每个人的价值谱性是不一样 它活得出来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 它就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哲学并不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在哲学之外 干别的事情才是浪费时间 是吧 我今天发现吃饭都是浪费时间 我要觉得我要不吃饭多好 我要不穿衣服多好 我连穿衣服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是吧 我睡觉也都是浪费时间 我干啥都浪费时间 只有我读一坑都不浪费 是吧 好 所以呢 他说就像所有其他的研究一样 哲学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是获得知识 当然有不同的知识 对吧 那哲学获得知识 跟别的知识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哲学获得的知识 是那种什么样的知识呢 是独特的知识 这种知识呢 它能够为科学的整体 赋予统一性和赋予系统 对吧 它是我们的所有知识 真正的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的 一个整圈的 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这个哲学 是吧 那么很显然 其他的科学的知识 可能是什么 骗蛋式的知识 是吧 所以说 这种骗蛋式的知识 就很有可能 使我们陷入什么 各种偏见 各种狭隘的立场当中 所以哲学的这种 整圈性的知识呢 是吧 它可以让我们是什么批判性的审查 我们的那些信仰 偏见和信念的基础 这才是重要的 是吧 所以可以审视我们的这个知识 它是知识的知识 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 不能够认为 好像这些哲学知识 它就为所有这些 这个 这些这些问题 是吧 就提供了 确定的答案 我们不能认为 哲学在取得 为这些知识 提供确定的答案方面 它取得到多大程度的 成功 我们不能以什么 确定的答案来衡量 哲学的成功 哲学是要解决问题 哲学当然也在不断的提供答案 但是哲学在提供答案的同时 它不断的在 催生出新的问题 它在催生新的问题的过程当中 又扩展了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 对吧 这是哲学要干的事情 所以它有对比了 它说如果你问一个数学家 你问一个矿物学家 你问一个历史学家 或者你问任何 其他专业的学者 你问他们 到底在他们的专业的领域 他们获得了多少确定的真理 那么他的回答了 会让你呢 这个常得 让你这个听不下去 就是他的确定答案太多了 是吧 而这些确定答案太多了 都成为了一个一个的教条 是吧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哲学的研究 是吧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反过来 如果你把同样的问题 请问一个哲学家 你这么学科 取得了多少确定的答案 这个哲学家 如果是很坦诚的话 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 他很沮丧 对吧 他说 我的研究尚没有取得 像其他学科那样的 那些积极的成果 所以他说 下面的事实就证明了 对吧 这一点是真的 可以部分的去解释 这一点 那就是一旦 注意啊 这话就很关键了 一旦 有关任何主题的 这些知识 成为了可能 那么他就不能被叫做哲学了 他就成为了独立的科学 很多的科学 都是从哲学当中分化出来的 我们在第一讲第二讲 曾经讲过在古希纳的前苏格拉的时代 那时候的哲学家叫做自然哲学家 就他们既是最早的哲学家 也是最早的科学家 他们的哲学跟科学是融为一体的 他们探讨自然的奥秘 就是在探讨生命本身的奥秘 对吧 但是今天 随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分工 成熟一门 一门就从哲学里面分化出去 哲学就目送一门一门的学科 像目送孩子一样 他们独立的成长和独立的壮大 但是孩子的独立成长和壮大 并不证明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 作为哲学这样的母亲 他会变得仓老 不 哲学仍然一如既往的 充满了狐力 而且哲学正因为他不断的分化出各种各样的学科 所以当哲学可以出身 对他分化出来的这些学科 不断的去进行审视的时候 哲学就比其他的学科更加的有活力 今年的诺贝尔奖就是一个证明 就证明像物理学传统的研究 在那样的传统的物理学的框架之下 已经丧失了活力 该研究的 他觉得好像已经研究完了 这时候 物理学怎么获得长足的发展 物理学重新回到哲学 我这就突然发现很多的学科都有一个口号 叫做重返什么什么 比如说精神分析科学 在拉科时代就提出我们要重返弗洛伊德 我们要重返某某某 重返亚里士多德 重返康德 哲学就是一次一次的重返 但是一次一次的重返 就意味着一次一次的更新 哲学借此对别的学科的成绩 经过进行审视 尤其是当别的学科果足不前的时候 哲学拿着他的鞭子 在催促 这本学科突然惊醒 重新启航 所以我们刚才见到罗素 在20世纪 他写的那本重要的著作 是吧 叫做什么呢 叫做数学原理 待会儿他还要提到 刘顿的另外一部伟大的著作 叫做什么呢 自然哲学指数学原理 是在讨论数学这门如此成熟的 专业的学科 他仍然离不开他的哲学基础 同样我刚才也提到了 哲学跟心理学的关系 尽管心理学也是从哲学里面 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 但是你要真正的解决你的心理问题 你还得不断的回到哲学 这就是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 辩证的关系 哲学才是生活之术 长青的学科 因为哲学是直接的去面对 生命的问题本身的 对吧 好 所以他说 因此哲学这门学科 尽管别的学科都成为了独立学科 但哲学仍然有极大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说 比如说他举例子了 比如说整个天体学的研究 现在就属于天文学的研究了 但是他过去当然是 包含在哲学里面 刘顿的伟大著作 是吧 我们都知道的 叫做为啥脑媒电脑 刘顿的伟大著作 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是吧 那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很显然后来也分化出来了 是吧 也分化出来 包括刘顿 我们知道确定到近代的物理学 他说类似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 关于人类心灵的研究 人类心灵的研究 已经从哲学里面分化出来了 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什么学科呢 我们都知道的 那就是成为了一个什么 等一下 成为 最近成为了一门 叫做心理学 是吧 就是他从这个哲学里面分化出来了 成为独立的心理学 但是呢 心理学之前一直都是哲学的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继续要说 当心理学成为哲学的一部分以后 但是哲学仍然在研究人的心理和意识 你比如说在20世纪与心理学同时诞生 那一个新的哲学流派 那就是胡萨尔的现象学 胡萨尔的现象学 就是对心理学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批判 他说心理学建立在一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 那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反对自然主义 他提出他的意识哲学的研究 这多么的 这很厉害 而今天的分析哲学我们知道 分析哲学里面也有专门的心灵哲学 心灵哲学 是对心理科学本身的一个批判和推动 是吧 这就是哲学的关系 尽管看上去 好像心理学已经从哲学分化出来的 是吧 但是他心理学真的就离不开哲学 他当心理学真正的分化出来以后 心理学我认为是什么 他更加的离不开哲学 所以结论是 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 哲学的不确定性 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 是吧 因为那些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已经被纳入到其他科学当中了 是吧 而那些在目前没有确定答案的 是吧 这些问题仍然被保留在这些这本学科里面 其实罗素的分化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刚才的尝试我觉得更加的合理一点 是吧 就是一方面心理学分化出来 但另一方面是吧 好像在心理学科里面有获得了很多的确定答案 比如说今天的认知科学的发展 随着我们的这个生物学 解剖学等等的发展 是吧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揭示 但是真正对心理问题的研究 还都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哲学里面 是吧 所以哲学的不确定性 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 而且我想补充说的一点 哲学需要这种不确定性 需要这种不确定性 作为各门学科 以及哲学本身的一种激活的因素 是吧 所以他接下来说 因此呢 这只是关于哲学的 这种不确定性的部分的真相 是吧 同时呢 有非常多的这些问题 是吧 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那些 对我们的这些精神生活而言 具有最重要的利益 最根本的价值的问题 在目前来看 仍然是人类的智力本身 无法解决的 除非我们的智力 变得跟现在完全不同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智力结构 我们的很多的问题 精神的问题 就是没办法终极性的解决的 这些问题 包括什么呢 他现在列挤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宇宙 它是具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和目的吗 这个问题还在争论 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个原子的偶然的计合 就是宇宙本身是有秩序的 还是无序的 然后呢 意识是否是宇宙的永恒部分 是吧 最近好像又说中国发现什么中微子 我也搞去不懂 是吧 然后呢 现实是否是宇宙的永恒的这个部分 从而 是吧 从而有希望 使我们的这个智慧能够无限的增长 就是我们的小的这种 这个灵魂 融入宇宙这个大的灵魂 是吧 这个其实这个观点其实也不行 黑格尔专门在精神现象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还是说 是吧 这个 这个意识仅仅仅是什么 一个偶然的这个行星上的生命的 一个偶 一个偶然的转瞬即逝的一个世界 是吧 而且呢 这个生命 行星上的生命 是吧 最终呢 也会 这个 归于寂命 是吧 生命都会完蛋 都会变得不可能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善和恶 对于宇宙 重要吗 还是说只有我们这些人类 才会看中他们 这些问题是什么 都是 哲学的问题 也只有哲学 才会关心的问题 而且呢 不同的哲学家 也就这些问题 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对吧 他说 不管这些问题 是否可以通过 其他的途径 得到发现 哲学的这些答案 当然不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 但是 哲学的答案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说 无论 对吧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希望 是多么的渺茫 但是呢 继续思考这些问题 仍然是哲学的永不停息的 以这个使命的一部分 哲学让我们认识到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并且呢 去审查所有的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由此 注意 哲学让我们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 保持到鲜活的兴趣 保持到鲜活的思考 而相反 相反 如果我们将自己极限于 那些确定无疑的知识的范围内 那么这样的哲学兴趣 就是很容易被扼杀的 对吧 所以在今天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说 哲学要获得 长足的发展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今天 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我们到底要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知识 对吧 我觉得 统而言之 就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开放的知识 而不是封闭的知识 不要给孩子提供 所谓的固定的确定的答案 这些答案都是不重要的 所有确定的东西 都可能变得不确定 都可能被淘汰 是吧 只有哲学本身 对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和活力 对问题本身 有足够的积极探索的进取之心 爱之求真的能力 爱之求真的不仅仅是一种信息 而且是一种能力 这才能够真正的 让我们立足于这个宇宙 让我们真正的存在下去 这种存在不仅仅是肉身的生存 这是哲学的价值 哲学哲学的价值 所以他说了 的确 许多的哲学家 当然作为哲学家 我们当然会要尽量的为这些问题 提供某种确定的答案 是吧 这也是哲学家的使命 而且我告诉大家 每个哲学家都会宣称 我找到了根本的答案 是吧 康德就批判 迪卡尔 康德就认为 我与他们相比 我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姐姐的办法 结果后来的费西特 谢尼黑格尔又纷纷的批判康德 然后呢 尼采后来又批判这些人 然后呢 海德格尔又批判之前的这个人 每一个之后的批判者都说 我已经找到了最终的确定的答案 哲学家都是很有趣的 是吧 他当然要这样说 他当然要为这些确定的答案 在自己的哲学的理论框架之内 提供很好的说法 是吧 但是哲学的根本是开放的对话体系 他并不拒绝别的哲学家 对他的不当的批判 是吧 所以哲学 当然是有寻找真理和确定的冲动的 但是哲学的真理和确定 是蕴含在这种对话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 所以他现在又把哲学 跟另外一个罗素经常批判的玩意儿 对立起来了 叫做宗教信仰 是吧 当然哲学家也假定 那些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些 最重要的部分 也能够被严格的证明为真 什么叫做哲学上的真 就是被严格的证明的确定的信念 就成为了真理 对吧 就是宗教 可能本身有很多荒诞的地方 但宗教里面的一些最核心的真理 负责任的哲学家认为 他们是可以证明为真的 当然反过来按照罗素的做法 凡是不能被证明为真的 可能就是胡说八道 这方面呢 当然罗素是继承的 比如说修末的怀疑主义的这种看法 是吧 所以说那么为了证 就是为了去证明这样的企图 是吧 他是有合理的 为了对他做出一个判断 就哲学家的这种做法能不能合理 是吧 我们就有必要 他说对于人类的知识做出考察 看看人类的知识 是吧 到底在方法上 在其他的限度方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所以他说对于哲学的这么一个 关于人本身的 充满真伦的领域 做出独蛋的宣告 他是不明智的 哲学领域 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做出独蛋的宣告 是吧 他说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之前章节的考察 正确的引领之话 就之前章节就指罗素写的这本书 之前的章节没有把门误入歧途的话 那么罗素现在都是他的结论 他说我们不得不放弃 在宗教信仰方面 寻求哲学证明的希望 这是罗素的一贯的观点 罗素当然是反基督教的 罗素沾门有一本书叫做 我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 我本来我有一段时间专门要写篇文章 好好批判一下罗素跟罗尔斯的 这两个人都是比较顽固不化的 是吧 对宗教这块大门都封闭起来了 就是罗素认为了 就在宗教信仰方面我们没办法进行 哲学的证明 那你说 罗素刚才所提的那些问题 就是哲学的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善恶 是吧 有没有真假 宇宙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 宇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这些问题你说它是宗教问题 还是哲学问题 你们说一说 它是什么问题 你能够把宗教问题跟哲学问题 截然的分开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罗素他当然就认为了 我们不能把 获得有关宗教问题的确切的答案 作为系统的答案 作为哲学价值的一部分 是吧 那这一点对的 就哲学不负责提供系统的确定的答案 是吧 所以他说 由此我们再一次的证明了 哲学的价值并不取决于 那些从哲学的研究当中 获得什么样的主观的 确定无一的知识体系的看法 就是哲学获得的 尽管是充满争议的东西 但是哲学面对这些根本重大的问题 他获得的仍然是客观的知识 他不是主观的真理 他是客观的真理 我们知道在罗术之前 其实有一个丹麦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哲学家 叫做克尔凯格尔 克尔凯格尔就认为只有主观真理 没有客观真理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克尔凯格尔也非常坚决的反对 黑格尔 同样 罗术也非常坚决的反对黑格尔 但是呢 克尔凯格尔跟黑格尔之间又互相掐架 是吧 在这一点上 那么克尔凯格尔之所以反对黑格尔是为了反对什么 他反对黑格尔的体系化的哲学 认为黑格尔想提供一种体系化的这种真理 他认为是不正确的 是吧 这是反对的要点 但是呢 罗术 他反对的黑格尔是什么 他认为黑格尔东西不可证明 是吧 他认为黑格尔的东西就是一种什么呢 也是一个主观确定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 是吧 罗术确实是对这个宗教问题本身 他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这个隔阂的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一部分的问题 我看这个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有点长 是吧 我再再再讲一段 再讲一段 是吧 好 我们就就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所以他说了 的确这个事实上 许多的这个这个 事实上这个哲学的价值 他说其实呢 就蕴含在在很大程度上 他就蕴含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当中 就罗术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他是认为 哲学的价值就蕴含在不确定性 但在这方面 维特根斯坦又反对他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在晚年 最后的一部著作就是关于论确定性的 就是维特根斯坦就说 你一方面 你的逻辑经验主义 是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确定无一 包括语言都要无比的清晰 无比的符合逻辑 世界就是逻辑 这是罗术的观点 对吧 但另一方面 你又承认哲学的本性是不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点上又反对罗术 哎呀 哲学家之间就是互相掐架呗 对吧 那维特根斯坦怎么 为什么 维特根斯坦认为其实是有确定性的 生活怎么可能没有确定性 世界本身怎么可能没有确定性 哲学怎么可能没有确定性呢 只不过这种确定性不是纯粹的自然的 树立逻辑意义上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是一种生活游戏的 规则上的语言的一种确定性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罗术的有些问题 我觉得有些最核心的问题 但他对哲学本质的认识 非常的精彩 对吧 我刚才解读这文章 我们要增强我们的阅读援助的能力 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很精彩的 但是在一些核心的要点方面 罗术的确是有点含混过去 这是维特根斯坦很不满意的地方 是吧 我们看当然罗术 他在反对这些常识方面批评得很好 他说了 是吧 很多人 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这个没有哲学素养的人 是吧 这个tincture是那种化学的一种 这个试剂 他有一种气味 就是指没有哲学气味的人 没有哲学素养的人 是吧 好 他说了 这些 我移一下 他说这些没有哲学素养的人了 那么他们的一生都会活在什么了 中期一生都会在一种监狱当中 活在什么样的监狱当中的 就活在自己的偏见的束缚当中 这些偏见呢 就包括什么偏见 也多数说了 来自常识的偏见 然后呢 来自他的这个时代和他所处的民族的灌常信念的偏见 以及来自他的头脑当中 是吧 未经这个审慎理性的协调 或者同意而暗自滋长出来的那种确信的偏见 就没有反思 没有哲学反思的偏见 就各种偏见 三大偏见 我们再总结一下 四大偏见 来自常识的偏见 来自你的时代和你的生活环境的偏见 然后呢 第三是来自什么 你未经理性 审慎和协调的 你都是片段的碎片化的意见 没有经过理性的整合和审查的偏见 所以只有充满偏见的人 他们才会固执的认为 世界的走向 他就是确定的 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 因此呢 他们不会对这些形状的事物产生疑问 是吧 而那些不熟悉的可能性 或者不行状的可能性呢 也被他们侵略的就打发掉了 是吧 所以他们不喜欢不同的声音 是吧 不喜欢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反之哲学就要克服这些偏见 他说一旦我们开始进行哲学化的思考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就像前面的张杰所证实的那样 他说即使是那些最日常的事物 是吧 也会带来一些 只能给出片面的答案的问题 对吧 而哲学 他尽管不能够为这些问题 为他所提出的那些疑问 提供 真确的答案 但是呢 他能够什么 通过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可能性来扩展我们的思维 注意哈 哲学没办法为这些问题 就哲学提供的问题 就我们刚才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宇宙到底是有限无限等等这些问题 提供正确的答案 但是呢 他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 扩展了我们的思维 从而把我们从 哎 这话用得好 叫做习俗的暴政当中 解放出来 是吧 我们有关事物可能是什么样的方面的知识 是吧 他减少了我们对于事物已经是什么样子的 事物现成的是什么样子的 这类信念的确定感 但是他提高了我们关于事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知识 这就这样理解 我想就清楚了 是吧 事物事实上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套知识 事物可能是什么样子 这是另一套知识 对吧 而哲学的 他主要的关注的焦点是事物可能是什么样子 他负责在这方面激活我们的思考 提供很多的思路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注意 不要认为事实的知识 跟可能的知识 不要认为他们之间是分裂的 对吧 事实的知识 其实是离不开可能的知识的 而可能的知识 也终究会指向事实的知识 我们之所以是要去探讨 我们之所以是要去探讨可能的知识 就是为了不断的去促进我们对现实的知识的这个理解 是吧 我们要如其所事的活着 那么我们就必须如其应当的活着 我们的应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实然 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事实的层面 我们就往往会遗忘这样的事实 背后往往是没有确定性的 尽管我们想要主观的为这些事实 赋予某种我们所期待的确定性 但是只有可能的东西的背后 才能够让我们去睁开眼看世界 去看到这些事实的知识背后的根基和支撑 而这种根基和支撑也不是那种固定的某种实体 这种根基和支撑恰好是我们作为人的发问的能力 对吧 作为人面对世界和面对自我产生困惑的能力 这种能力也就是波拉图 亚里士多德一次一次的强调的哲学始于旌旗 或者哲学始于好奇 所以不要把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两方面 给它完全的分割开来 这是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他说就清除了我们的某种自大的独担论 是吧 怀有这些独担论的人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进入到 这个自由怀疑的境地 他们就没有自由的思考过 就没有自由的怀疑过 所以最后呢 他的这一块的这一段的结论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一段 是吧 哲学通过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 对吧 去呈现熟悉的事物 而使我们保持鲜活的好奇心 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结论 哲学就是我们保持好奇 但是保持好奇是什么呢 用黑盖的说法 你看尽管罗素讨厌黑盖 他这话都是从黑盖那里抄过来的 是吧 因为黑盖早就说过 哲学是什么 就是使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 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 这就黑盖说的 对吧 好 这个我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一段 今天讲的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重点还没有讲思想试验 讲故事 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文献 然后解读这个文献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吧 让我们看看伟大的哲学家 他们是如何去看待哲学的价值的 我在解读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看到我在不断的对罗素 也在进行批判 但是这种批判也包含了对话和认同 对吧 就是要这样去做哲学 这样去学哲学 好吧 哎呀 今天我讲的 我觉得还是挺投入的 是吧 讲的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一块投入进去 好吧 好 现在我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看大家 我有问题挺多的 那我喝个咖啡 有些问题我不用回答 但我把大家的问题 这个从就是叙述一遍 是吧 可能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说咖啡不是哲学思想的必要条件 水是 都是吧 都是 咖啡也是水的一种 以前我爱抽烟的时候 就说烟是我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 是吧 但是我现在不抽烟证明 我还能思考 那就说明烟不是必要条件 这就举反例的方法 是吧 东营底明说 语言是逻辑体系 语言是价值体系 语言是思维方式 最后语词是思维的元素 概念是吧 说得很好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其实学哲学也挺有意思 就是你哲学学的好了 你就有不断的创造经济的能力 你就可以说出很多有意思的 这个经济和格言 请老师指证 刘顿想象力之强悍 毋庸置疑 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超前 让他在股市大赔 那当然每个人都有限的嘛 这不能证明什么 因此是否可以说 以高股建领的哲学优势思维 与大众打交道的时候 还应该参照大众心理认知的偏差 以选择自己最佳切入的博弈的时机 这没问题 那就说明刘顿的哲学 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但是如果你说学习哲学的目的 就是为了炒股 那就没意思的 我为了证明学习哲学的目的 不是炒股 所以我就故意在股市最高潮的时候 我故意的投到一万块钱 结果全部输完了 我一次证明 并不是说我因为学哲学 丧失了炒股的能力 我想反过来证明 学习哲学的人不需要关注炒股 你们听懂我的回答的意思了没有 他说孔夫子是知道没有办法找到时机 所以才用素而不做的清高来安慰自己 孔夫子苏格拉底倒不是那种自我安慰的 自欺欺人的 是吧 那种人不是的 他们是非常真诚的 内外统一的 活在这个世上的 是吧 他孔夫子不清高 我不认为孔夫子清高 好吧 尽管我今天讲了非常多的 哲学好像是可以用的 哲学有很多价值 是吧 但是不要认为 我就是鼓励大家 学习做哲学 就是你们洗完以后 马上明天炒股就能挣钱 我是非常鄙视这种哲学观的应用的 没有必要 哲学最底层的基础还是物理学 这个倒不同意 是吧 什么上山落水 上山落水只是一个内比式的说法 内比也是一个哲学的归纳思维 是吧 每当有了对问题的体验和进一步的认知 就觉得瞬间轻盈 但又有充实愉悦的感觉 说得很好 今天很多问题还可以 你们发表了很多的感想 挺可贵的 这些是精神的食物 陈老师方便的时候 帮我解读一下美剧西部世界 探讨一下自由意志和人性价值 是这样的 我没有时间看这部美剧 但是我们后面会专门有一张的专题 就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 好 你可以听了我们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 你自己去分析这个西部世界这部电影 好吧 好 你们怎么还是关心 如果把哲学应用于心理博弈 哲学跟心理学的关系 我想我今天其实说的蛮多的了 是吧 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一个从事心理工作的人 没有科学和哲学的基础 今天好多的所谓的心理咨询 门口太低 是吧 大家可能看到一点点皮毛的 什么正念心理学 什么九星人格 反正什么乌七八糟的 就可以开心理诊所了 不要相信 是吧 你们还不如找我咨询了 是吧 要找我咨询的可以下面联系 我觉得可能会对大家更有好处 积极的人生观 积极的人生观 是吧 老师 罗素为什么在他的哲学中 不给价值意义相应的 对吧 给了吗 是吧 罗素的这篇文章 就一直强调 哲学有独特的价值了 我是完全肯定的 只是我自觉 罗素在有些最核心的点上 还说的不够透 是吧 但是罗素说的 已经被大多数人透多了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啊哈哈 我觉得老师有点文科生的 哲学本位思想 在理科生眼中 物理学是所有邪科的本源 其他邪科是对物理学视角的 表述 哲学不是其他邪科 哲学不是跟物理学并列的 其他邪科 是吧 那按照你这样说 在理科生眼中 也没有说物理学是邪科本源 我觉得如果在理科生眼中 应该数学才是学可本源 但是数学的基础是逻辑是哲学啊 是吧 所以我这并不是什么的 文科生的思维啊 是吧 嗯 不是的 好 大家有关哲学跟心理学的看法 我就不给大家意义的解读啊 你们自己掐架去吧 是吧 反正你觉得你心里能够得到安慰 就好 好吧 好好好 对有人说喜欢听老师批评罗素 我已经在无数的场合批评过罗素 是吧 但是罗素很了不起 哎呀 罗素也很厉害 我们批评他是因为我看得起他 是吧 是吧 我看不上的人 我才不批判他呢 批理还是看得起你 对吧 刚才睡午觉 被你精彩的演讲从梦中唤醒 能否讲一讲哲学的不确定性 哎呀 你这个问题的铺垫铺垫的很好 是吧 那你是不是定时了 然后呢 自动的到时候 你的视频就打开了 然后你还在睡着 是吧 然后你听到我的 这个 声音 你就被唤醒了 是吧 那你咋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梦中呢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要讲 好吧 他说西哲史不读罗素 中哲史不读冯有难 公认的 我个人也觉得是 是吧 我个人不推荐 罗素的那本西方哲学史 是吧 现在已经有无数的 非常好的 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史 是吧 包括我们正在读的这一本做哲学 也是可以说西方哲学的 导论式的著作 就够了 我觉得不用多罗素那个 对吧 老师的一些观点 还是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老师是不是高中分文理的时候 都是文科生 今天好多人 是不是你有一种理科生的优越感 对吧 是的 我是文科生 但是我对数学有很大的兴趣 对吧 文科理科不重要吧 哲学思维是理性思维 我觉得我是特别反反对小文青的 你难道没听出来吗 我的每一次课我都在批判这些自由的文艺小清新 是吧 今天你说我就是个文科生 哈哈 OK各位 非常感谢大家啊 今天的精彩的这个讲课和发言 我们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打赏 哈哈哈哈 主动的要求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议演 我们星期三下午两点 不见不散 对吧 我们继续我们的 这个哲学思维的 愉快的精神愉悦之理啊 好吧 好谢谢 我们今天就下课 下课下课 拜拜